最近大家有没有觉得买菜买不下去 因为变得好贵哦 你看小白菜10月9号17块钱一公斤 10月22号的时候竟然变成47.8块钱 空心菜涨得更多了 10月9号25.5块一公斤 10月22号贵了三倍这么多 大家觉得很奇怪 最近没台风没水灾 为什么突然青菜涨这么多呢 我们来看看 婆婆妈妈上市场 青菜一把挑过一把 拿了又放下 原因就是又变贵了 青菜变多贵 民众说前两周三把五十 现在值班写三把110元 一把就要四十元 感觉到贵一点就得了 有啊有啊 我也不知道原因 还有鲁味摊 清一色全是肉没有菜 老板说青菜涨到吃不消 青菜到底变多贵 来看云林西螺果菜市场的菜价 小白菜10月9号时 均价每公斤十七元 二十二号时飙到四十七点八元 空心菜九号均价一公斤 二十五点五元 二十二号冲到七十八点一元 贵了三倍多 还有花椰菜也贵了 九号三十八块 二十二号变四十三点九元 原来疫情趋缓 餐厅小吃店开放内用 青菜需求变多了 但叶菜类因为最近日夜温差大 生长不良 大批根厨量少 需求多 价格才上涨 农业出售 预计在两周 短期叶菜类收成 价格才会回稳 华世新闻 熊华兰红电辉 吴建宏 云林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